所以我們Java一進來是main對不對 可是在activity進來是uncreate uncreate之後的話呢 unstart unstart是unresume 最後activity才被running 才被run起來 所以它有一個生命週期 一定會執行這幾個方法 當它被關掉的時候呢會unpause unstart undestroy 然後這個activity就shutdown 就被從記憶體裡面把它移掉了 所以它有一個生命週期 那你要了解 App的生命週期才有辦法去做一些相關的應用 但是最重要就是 這個uncreate 因為呢一定會觸發 所以初期你一定要先知道uncreate的位置在哪裡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它extense這個activity之後 這邊一定會有一個uncreate的方法 這個是自動會產生的 那程式就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個下面 uncreate下面的這一行 SUPER SUPER副成就是 就是 activity activity 實際上講起來 簡單講起來實際上就是 控制畫面的一個類別 就是我畫面上面要怎麼跑 基本上就是 由誰去控制 由這個activity控制 所以畫面上面 我們不是 有一個畫面 畫面按下去 做什麼事情 基本上就是由它來去控制的 然後呢它uncreate之後 setscontentview r r的話就是resource 就是我們資源檔裡面的什麼 layout layout裡面有一個 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view給叫起來 這個view 實際上就是layout 對不對 就是它 所以呢 基本上這一行 它被開起來之後有沒有 它會做什麼事情呢 把這個view怎麼樣呢 把它載到手機的畫面去 載 載進來的話就是setcontentview 哪一個呢 就是這個 這個實際上指的是哪一個 指的是這一個 那這個r的話指的是 在那個android裡面有一個叫註冊檔 這個註冊檔裡面就是 用id的方式 我指向這個 那把這個給叫起來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希望 我 這邊unenter 如果我今天希望 能夠 當我按一下確定之後 這個 可以被改變的話 我必須怎麼樣 在這裡面撰寫程式 那撰寫程式基本上流程上 第一個 先 讓程式知道這兩個的位置 這兩個東西在哪裡 所以必須怎麼樣呢 把這兩個東西 就是在這邊 先做敘述 我畫面上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那個testview 一個是一個button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我先讓他們連結 找到之後再連結 連結之後的話 當我按一下按鈕的時候 我要去改變上面的那個 上面的那個上面的名稱 那這樣就完成程式了 所以基本上我想各位 等一下先大概了解一下 將來往後你們會跟這個 這個我想每天都會用 所以基本上 請各位務必要熟悉 那第一個先把這個畫面先更改 第二個的話呢 打開 main activity 當然你要不要急著 馬上知道態度 反正你就是稍微觀察一下 這個package 我想前面有講過 套件對不對 有個套件 也沒錯 那import哪些東西 有沒有 這個叫做外部的 那實際上這些東西在哪裡 基本上都是在這個地方 他有的所謂的套件庫 在這裡面 他也可以找到 包含enjoy的 這相關 也就是說實際上呢 我一直強調 anjoy有點像 在java的基礎上 已經用人家的東西 因為java已經 太強大了 東西都做好了 那我怎麼樣呢 最好是 我在你 巨人的肩膀上面 再放一點東西上去 對所以你會發現他把 anjoy的東西放進來之後 就可以開發 那他加了什麼 Activity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利用Activity來運作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設計 這個當我點擊他之後 改變這個 這個裡面的字 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觀念通的話 後面要撰寫程式都非常的容易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